这是丧尸片的天花板 耗资15亿 只为了让所有人身临其境地体验更真实的末日事件 在不久后的未来 世界范围内灾害频发 十多个国家爆发狂犬病 感染人数达到数百万人 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达到低 无数的海童鲸鱼无不搁浅 不得不让人怀疑 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而眼前平静的城市表面暗流涌动 男人一家四口正堵在费城的市中心 男人叫做皮特 除了是一名家庭富男之外 还是联合国前调查员 而且是最优秀的那种 突然 前方的大楼发生爆炸 身后急驰而来的交警 提醒皮特赶紧回到车上 话音刚落 一辆货车直接带走了他 皮特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跟着这辆失控的卡车快速逃离 然而慌忙之下 他的车也被撞了 而周围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已经完全乱套了 一大群的丧尸袭来 开始无差别地追着人撕咬 皮特带着家人随着人流迅速地逃离 他边跑边回头观察 收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 迅速地找到一辆房车 让家人上去 同时他也发现 人类被丧尸咬伤后 短短12秒的时间就会变异童话 驾驶着房车 皮特一家成功地逃出了城市 在路上 皮特的女儿笑爽发阻 而此时皮特也接到了一个电话 联合国副秘书长说 会在一小时后派直升机来接他 因为需要他重出江湖了 双方约定好时间后 皮特带着家人 来到一家超市为女儿寻找药品 来到超市 到处都是轰敲物资的人 皮特的妻子也被两个歹徒袭击 幸好皮特带着枪 解决掉歹徒后 他们准备离开 但来到门口 悲催地发现开来的房车已经不见了 或不担心 这时电话又响了 副秘书长告诉男人情况有变 直升机短时间内无法改变 需要皮特等到明天凌晨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到附近的公寓暂时躲避 来到公寓后 一家三口善良地收留了他们 在这户人家里 皮特建议男人一家跟着他们一起撤离 按照他的经验来说 只有转移才能够存活 但是男人拒绝了 他认为躲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 劝说无果后 皮特利用现有的条件 制作了一些简易的防身装置 到了凌晨 带着家人小心翼翼地前往楼顶 可惜还是被丧尸发现 惊险地解决掉先赶来的几只丧尸后 他们飞快地朝着楼顶奔逃 眼看着更多的丧尸即将追来 皮特让家人先走 掩护家人的皮特 也被一只丧尸扑倒在地 即将要被丧尸咬到的时候 身后一声枪响 原来是男人家里的小男孩 皮特也猜到了男人一家已经遇难 只有小男孩成功地跑了出来 他带着小男孩来到楼顶 皮特留下小男孩后 直接冲到了楼顶边缘 莫数了12声 他才长输一口气 原来他当当被丧尸的血滴到了嘴里 害怕变异之下 用这种方式保护家人 直升机终于赶来了 而丧尸这边也同时冲上了楼顶 最后时刻在士兵的掩护下 皮特终于跳上了飞机 直升机带他们来到了一艘军舰上 皮特这时才从傅秘书长口中 得知情况有多严峻 整个国家基本已经沦陷 未知病毒短短时间席卷了全世界 而他们唯一了解到的 最早提到关于丧尸一词 是从韩国一个军营里发售的邮件 舰长找到了皮特 告诉他需要他的佩服护送眼前这位病毒专家 去到韩国的军营寻找病毒的线路 不放心家人的皮特果断剧组 但是舰长直接一句话 无趣就吓出 船上没有多余的位置养闲人 所以他还是乖乖地选择配 在飞机上 皮特听着病毒专家充满自信了 虽然听不懂 但就觉得很厉害的样子 想的这一趟应该捅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 当下飞机 闻声而来的丧尸风拥而知 专家一下子脸色就变了 就差没尿在裤子上 他飞快地朝着飞机上跑去 结果半倒自己的同时手枪走 赶来查看的皮特 心里起码骂了一万句不重复的话 在闻声而来支援的士兵的帮助下 皮特成功地进入到了基地 也从他们口中了解到 丧尸会被声音所吸引 子弹只有打头和火烧 才能彻底地摧毁他们 眼看着专家阵亡 皮特无奈只能临时上阵 他接下了专家的工作继续调查 询问之下了解到 最早发现丧尸的确实是这里的一个军医 但是已经被丧尸感染 同时被感染的还有十多个士兵 最后还是他们一把大火才解决掉 而资料也在那次大火当中全部被烧毁了 皮特也见到了那次事件里唯一的幸存者 这个瘸腿的士兵当时就在丧尸群中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丧尸好像对他不感兴趣 接着皮特又从这里一个关押的 CIA情报人员口中 了解到了其他国家的情况 丧心病狂的韩国24小时内 拔除了2300万人的牙齿 直接从根源切断了丧尸的传染工具 更匪夷所思的是以色列 在丧尸爆发前就未卜先知地建造了围墙 彻底封锁国家的同时也幸运营案 皮特还想要继续了解 情报人员也没废话 于是皮特决定转战耶路撒冷了 为了给飞机加油 所有的幸存士兵都牺牲了 这边士兵队长救下了被丧尸掀翻在地的皮特 而自己也被身后的丧尸咬伤 成功赶到飞机上的皮特 眼看着队长说 会就之余 寻找答案的内心更加坚定 来到耶路撒冷的皮特也见到了尤根 他想要了解他们是如何提前发现病毒的 但是尤根的回答让他失望 原来他们是通过截获的一份印度将军的报道 报道里面提到了他们在和丧尸作战 听到这里皮特又要怀疑人生吗 一个国家的决策这么随意的吗 还好尤根及时跟他解释 他们国家刚改革的帝氏人政策 如果九个决策者都站在同一个观点上 那么帝氏人就需要提出反对意见 并且找出合理的反对理 而恰好尤根就是这帝氏人 紧接着尤根带着皮特参观他们的国家 世界上唯一一个没被丧尸攻破的国家 而秉承着不做死就不会死的优良传统 或就得民众放声的高歌 或许是唱得太难听丧尸都听不下去 墙外游荡的丧尸开始集合 随着丧尸的人墙越来越高 终于城墙被攻破了 无数的丧尸从城墙上跳了下来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噪音的污染是真的可以丧命 甚至是让一个国家沦陷的 眼看形势不对 尤根只好让士兵护送皮特撤离 在撤离的途中 皮特再次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地方 眼前的老人没有被丧尸攻击 古兽如财的小女孩丧尸好像也视而不见 但现在来不及多想 他们继续逃命 而护送他的士兵被突然出现了丧尸咬伤 皮特看着他 二话没说 直接拔刀就砍 赶在丧尸病毒蔓延之前 挽救了这个女兵 带上女兵的皮特赶到了集合地点 但可惜直升机被丧尸缠住直接追 他们只能另寻生路了 士兵帮助皮特拦下了一辆即将起飞的客机 来到机舱后 皮特先帮士兵处理好伤势 随即开始回顾总结这段时间收集到的信息 而士兵的一句话成功点显了他 他把所有信息汇总串联起来 从瘸腿的士兵到老人到小孩 再结合专家说的话 感谢菩萨保佑 他也误了 皮特飞快地拨通卫星电话 联系上了副秘书长 敲开驾驶舱的门 把电话递给了机长 成功地让机长同意改变航线 带他去最近的侍卫组织研究所降落 飞机继续行驶着 而这时突然出现的丧尸 打破了飞机上的瓶颈 当坐下休息的皮特听到动静感过去查看 另一边的机舱已经乱成一桶 很快就蔓延了过来 还好士兵带了手枪掩护着皮特撤离 情急之下 皮特拔出士兵腰上的手榴弹 直接把机舱炸开了一个洞 丧尸也被气流卷走 飞机瞬间开始失衡 机长只能尽可能地迫降 不知道过了多久 皮特醒过来 但是他也被飞机上的零件 直接刺穿了身体 还好士兵也存活了下来 搀扶着皮特终于赶到了 侍卫组织的门口 皮特最后的力气也用光了 直接昏死了过去 等他醒来后 时间已经过了三天了 他第一时间让这里幸存的研究人员 拿来他的卫星电话 确认身份的同时 他也想要跟家人报平安 但是副秘书长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 原来在这几天的失联当中 舰长以为皮特任务失败已经阵亡了 所以现实地直接把他家人赶下了船 安置到了陆地上的难民营当中 愤怒的皮特担心家人准备直接离开了 可是想到救他而死的士兵队长 想到全世界更多的家庭 他还是决定继续寻找答案 他开始跟研究人员讨论他的猜想 通过之前缺腿的士兵 虚弱的老人跟小孩 他猜测到丧尸只攻击健康的人类 所以他想要找到一种可以让人虚弱 并且又可以被治愈的病毒 植入到人体当中 主动地制造虚弱来进行伪装 这样就能够避免丧尸的攻击 研究人员成功地被皮特说服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所有病毒样本都在研究中心的壁区 但是那里已经彻底地温乡 皮特只能带着士兵 和一个辨认病毒的研究员一起 开始了再一次的冒险 趁着丧尸都处于待机阶段 他们小心翼翼地潜入了进来 一开始还很顺利地避过了丧尸的事业 可是研究人员毕竟没有经历过大场 紧张之下撞到了队 制造出来的声响吸引了一个丧尸 士兵无奈地用枪击毙了丧尸 但是枪声也把所有待机的丧尸都换醒 皮特只好独自留下吸引丧尸 让士兵和研究员去拿回病毒样本 他制造出声响带着丧尸离开到另一边 利用研究室的复杂结构 挡住了大部分的丧尸 随即就这么邦邦邦地几下 解决掉了尾随而来的两个丧尸 另一边士兵和研究员 赶到存放病毒样本的研究室时 发现这里也被丧尸占了 无奈之下只能重新返回去 解决完丧尸的皮特误打误撞之下 也找到了存放病毒的研究室 庆幸于所有的丧尸被士兵他们引走 他成功地进入到了研究室内 但是看着真密密麻麻的样子 他一个也不认识 只好随意地拿上一批病毒样本 准备先回去再说 刚一转头 门外一只秃头丧尸就这么深情地忘了他 大眼灯小眼 皮特只好拿自己做实验 但是第一个他不知道拿到的病毒是否致死 也不知道他的猜想是否正确 所以他事先留好一眼 随即直接拿出一本病毒样本 注射进了体内 等了一段时间后 当他察觉到身体出现反应 拿上其他样本 正视着眼前的丧尸打开了房门 神奇的是眼前的丧尸真的对他视而不见 他知道他的猜测正确 这无疑让他的把握更大 来到餐厅的皮特还一罐快乐水 让快乐充满全身 紧接着释放所有的快乐 让快乐吸引来所有的丧尸 他就像一个透明人一样 穿过了所有丧尸回到里去 庆幸的是他注射的病毒是可以治愈的 成功完成任务的皮特最后也来到那名语 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家人 依靠他的努力 世卫组织研发制造出了全新的伪装病毒 并且开始大量地投放到全世界 人类的反击即将开始了